厉害了! 门神! 进驻南沙群岛! 入侵者将头晕眼花! 最近,我国在南沙群岛全面装设了最新的高科技电子干扰设施,引起外界侧目。 专家表示,这些设施可将闯入我国岛交周边领海者进行电磁虚拟、干扰其通讯、导航、武器控制等设备,使其头晕眼花。 中国在南沙群岛有关岛交部署必要国土防御设施,有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。 其实在我国领海周边,激烈的电子对抗每天都在上演。 美国在南海周边也部署了各种先进的电子战飞机,如EA-18G电子攻击机及P-8A反潜巡逻机等。 军事专家表示,在岛交部署电子干扰装置,可有效削弱敌方对岛交关键设施的电子侦查和窥盼,并可对非法闯入岛交12海里者实施电磁虚拟、干扰压制其通讯、导航、武器控制等设备,使其头晕眼花、丧失行动能力。 蓝顺正指出,一旦发生武力冲突,这些干扰设施还可提供电磁保护伞,降低敌方的作战效率。 电子干扰设施除有助于提升岛礁安全及控制周边海空域的能力,是我国在南沙寻岛的守护神。 这对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领土完整意义重大。 最近,我国在南沙寻岛全面装设了最新的高科技电子干扰设施,引起外界侧目。 专家表示,这些设施可将闯入我国岛礁周边领海者进行电磁虚拟,干扰其通讯、导航、武器控制等设备,使其头晕眼花。 中国在南沙寻岛有关岛礁部署必要国土防御设施,有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。 其实在我国领海周边,激烈的电子对抗每天都在上演。 美国在南海周边也部署了各种先进的电子战飞机,如EA-18G电子攻击机及P-8A反潜巡逻机等。 军事专家表示,在岛礁部署电子干扰装置,可有效削弱敌方对岛礁关键设施的电子侦察和窥探,并可对非法闯入岛礁12海里者实施电磁虚拟、干扰压制其通讯、导航、武器控制等设备,使其头晕眼花、丧失行动能力。 蓝顺正指出,一旦发生武力冲突,这些干扰设施还可提供电磁保护伞,降低敌方的作战效率。 电子干扰设施除有助于提升岛礁安全及控制周边海空域的能力,是我国在南沙寻岛的守护神。 这对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领土完整意义重大。